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拍了 本来拍我就吵 然后给我贴一脸 难看 哎呀 我这也不如你好哪去呀 再说谁呀你一直输来的呀 你编成语我能不数吗 我要不是刚才查一下陈凡啊 我还以为我不知道我学习学习呢 你是真能编呀 你查那么不对 你现在定义不一样了 我小时候这些都是成语 成语还能取消的 你胡闹鬼呢 你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哎呀 这不也都说我输了吗 要不然我玩的我都没输过 没输过呀 你啊 那你得编出来多少成语啊 你可以写字典了 哎 你还拍我 你别拍了 难看 哎 这不才真实的你嘛 真实啥呀 我一个94斤的人活活让你拍成了100多斤的样子 哎呀 你别拍了 这是一般人能有的技术吗 也是 对 一般人想特意丑化都未必能到这个水平 哎 行行行 我给你拍美点啊 美点 不存在的 我不信 行行 不输 你说的是输了给我跳舞的 哎呀 行吧 最后一次又不跟你玩了 行 这回你就看我给你拍的美不美吧 挑战和你朋友说分手 我跟你说个事啊 哦 你说 嗯 这两天我有平时你也知道对吧 哦 对你 你怎么了 嗯 这两天我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 我现在生一床面也挺失败的 一时半会也扭转不过来 你有可能房子 车是什么都得卖的 我不想拖累你 你正当青春 知数打理 还多才多艺 肯定有很多优秀的男孩子 喜欢你吧 我现在这情况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你的意思是分手吗 嗯 好 我问你啊 你认为谈恋爱一定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是吗 像你这个年龄有物质基础的人很多吗 没有吧 那大家都不用谈恋爱了是吗 我是觉得这种情况坚持下去到最后孩子要分开啊 你努力尝试了吗 你就给否定结果 照你这么说 所有女孩子都不用工作了 就靠谈恋爱就可以了 我妈从小培养我 心急除外不是为了让我靠谈恋爱生活 是让我有一天站在我先生身边 能成为她的骄傲 生意失败 失败怎么了 万劫不复了吗 谁一生都没遇到点坎坷呀 不是你那女生 没有房子 没有车 怎么了 我有吧 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有啊 不是那 那有不够 不是什么不够是吗 还是说我有 你没有女人兽啊 我可以卖了 陪你东山盖起 只要有女人我就够了 还要你说什么 优秀男生这太离谱了吧 我都有你了 别人又不能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就怕你和我在一起吃苦 真的啊 你要是想分手可以 你别拿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我不接受你知道吗 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你了 我和你在一起我难受 我肯定不纠缠你 你别别拿这个理由随随便便地去跟我分手 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家 你想得清楚了你再跟我说 嗯 开什么满笑 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你走吧 我这还没事还 嗯 嗯 这完了吗 这啥事 昨天把女朋友惹生气了 到现在还没理我 我也没理我 我看了 有点 看我 你好 你好 你怎么很烦 你怎么把我啊 我也有点 你怎么把你帮我了 你怎么把我把我把我打到我了 你不是这把我把我给你了 这是我之前开玩笑的 我知道你肯定不是开玩笑的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事 但我知道你肯定有你的苦衷 没有啊你快拿回去 哎呀你拿着吧 我又不是不要你还 我这我这是为了赚钱 再说等你东西再写啊 你不都给我在一起啊 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呢 你就不怕我是骗子 骗钱行别骗我的行动 即使你真骗我了 我也不算你我当下的决定 这个小傻瓜你太傻了 对自己喜欢的人就比较傻了 再说我又不是对什么都这样 我妈也说了啥 我也没觉得我自己傻呀 那你现在问哪个傻 就认为自己傻了他吗 凡事我宁愿自己傻的表 是一点不会 我也不想委呗我自己的表情 还有我说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能记住你咱俩什么是火的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看 昨天那种玩笑的 你记住吗 你以后才这样我真生气了啊 你以后再这样我真生气了啊 你以后再这样我真生气了啊 我真的生气了啊 巧言 嗯 我不会顾问你的 我相信你的 我相信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